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我看一下 好好看啊 是吧 我跟你说 我就为了拍照好看才能打 孟总好 你们投研部又过来报销了 是 进来吧 孟总 我已经跟七总约好了 七总 七总什么时候成你们投研部的专属财务了 这事怎么没有人通知我呀 孟总早 七总 你们怎么在这站着 孟总 给你买了咖啡 七云 你给他们投研部施了什么魔法 我请他们进去喝茶都请不动了 就眼巴巴地盼着你来 孟总 你稍等啊 你们俩把东西给我 发票贴成这样 孟总你看看啊 他们就是欺负我脾气好 等他们一走 这发票我都得重新撕下来要贴的 你们俩先回去吧 有事我再给你们打电话 那孟总我们先回去了 你领着财务部的薪水 不是让你在有限的时间内去给投研部贴发票 他们贴不好让他们拿回去重新贴啊 还有我告诉你啊 上个季度他们的开销已经被走步过问了 这个季度得掐紧一点 你让我关紧水龙头 我一定不私下放手 发票拿给我看看 我们分一下 什么这些秘书 一个不应该在江湖 袁瑞朗 袁瑞朗以后的发票 让他们直接拿给我 方玉斌最近出差也挺多的 孟总 方玉斌的发票你给我吧 为什么 方玉斌是袁瑞朗的人 你要了袁瑞朗的发票 就把方玉斌的给我 这样也显得我们投研部公平公正 没有单独针对谁 你收在对 这些单子都分一下 到时候立个名字 来 孟总 你的咖啡 谢了 来 你不是要买项链吗 款式忘了 行 我看看 你看看啊 那 现货就这几块了 你要哪一款 我要左边数第二条 幸运痘 这款 麻烦这款 好的 你这就准备回程了 谈怎么样 苏浩是块难啃的骨头 不过我已经搞定了 你这就嘚瑟上了 我势在必得啊 哇 你这次得帮我个忙 不是吧大哥 财户部不是我家开的 我帮不了你 你一定得帮我这个忙 你少给我扣帽子啊 我没这能的 我跟你说 孟威已经要开始对你们头颜不开刀了 今天 她让我把原味两个报销单全都拿给她 还好我机灵把你的拦下来了 我就搞不懂了 我们花荣顶的钱就搞得跟割塌肉似的 反正我该跟你说的也都说了 自己好自备吃吧 别啊 我这儿有笔钱 你必须得帮我解决了 你 你又擅自花什么钱了 苏浩的保时费 什么 什么费 苏浩的保时费 你好 那您好 先生您的线念 好 您确认一下 买单吧 给女朋友买礼物啊 帮人抛腿的 那女孩对你不错 怎么不接受人家 你怎么不猜是我追求人家呢 直觉咯 你是不是没谈和恋爱啊 你一个老板 一个经济学家 能不能不要这么八卦 被我猜中了 跟你聊点正事 我以奥布达公司合伙人的身份 跟你谈谈 你为什么不跟你说 请大家看 观众 今天这儿怎么样 你们资本家就是喜欢贤轻雅致 你不喜欢这儿 对于我就是我们金融民工 贤轻雅致是奢侈品 太效果斗予 所以啊 我强烈地怀疑 你把我带到这个室外跑里台 是怀着巨大的用途 还以为你不喜欢这儿 原来是变着方法夸这里好啊 我只是站在基层的打工者立场 满怀讽刺地赞美你们资本家 请吧 随便看看 马克夏佳 一个出生在俄罗斯的犹太人 立体派 印象派 抽象表现主义 你也有这种画 方总监也喜欢当代艺术品啊 比起苏总的贤轻雅致 我这还处于原始积累阶段 你要是对这类画感兴趣 我可以介绍一个不错的画廊经纪给你 那还得靠你们这些老板多多栽培啊 你太谦虚了 你现在每天手上过的都是商议的钱 二级市场做投资 分分钟都几百上千万的 那都是投资员的钱 又不是我的钱 你这话说得有奇异 金主的钱你就敢乱花 你老板在你敢这么说吗 所以我只跟你说了 我又不是你老板 就因为你不是我的老板 所以我才敢跟你说 那你觉得 我有可能成为你老板吗 开个玩笑 来看看我的游泳数 资本家的贤轻雅致 果然是好的 但是我心里有个疑惑 所以没办法欣赏 我不明白 你今天叫我来 难道不是谈聚能股权的问题吗 跟我合作吧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想挖我 想挖你的不是傲娜公司 是我在国内的一间叫W的公司 公司名字你可能没听过 但是背后的投资人很有实力 这是一些基础信息 你可以简单看一下 我想到你 你还能找到这样的人 我手里的客户资源 不比你们熔顶资本的级别低 谢谢 速度 我之前是不是对你太失敬了 你用八块腹肌的小鲜肉羞辱过我 我明确地告诉你 我需要的不是八块腹肌 而是你大脑的千沟万河 为什么是我呢 我只是整个陆家嘴 金融民工的钱包之一啊 投资这行信息量太杂太大 一不小心处处失坑 每个人都说自己不差钱 有内幕消息有关系 能从真正海量的信息里面去寻找到机会 已经是相当卓越的才华 巨能这个回马腔你杀得漂亮 感谢苏总的赞美 其实我还有个疑问 想请苏总给我指点一二 你说 邵雍这个人我接触过 不比苏侯好搞 我想知道苏总是如何说服他 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股票卖给你 这是我要跟你合作的第二个理由 什么意思 据我所知 你手里也有少用内线交易的证据 可是你没拿这个作为交易的砝码 为什么 其实我每天面对的有很多 会把人逼得很丑恶的一面 我不是说自己有多高尚啊 我这个人爱面子 但是我不想吃相太难看 这个行业里吃相难看的人太多了 也包括我 你用了最快捷经济的办法 可能从你的角度来说 是干净利落 你不认可这种做法 对 我不认可 或者说 应该换一种说法 不是吃相太难看了 你用别人的污点 去威胁他人跟你做交易 我觉得 这可能更是一种懒惰 因为这太好用了 太方便了 所以你不愿意去想更难的办法 我今天算是得到了人生当中 最负面的一次评价 吃相难看还懒惰 实话实说 我并不是要故意人生攻击你 你现在知道我如何拿下邵雍 我猜一猜 接下来你会拒绝我 对不起苏总 我不认可你拿下邵雍的手段 我觉得我们俩的价值观 还有处置方式相差太大了 如果是合作起来的话 肯定会很不愉快 你不问问我提供你什么 我还是不问了 免得我到时候后悔 我本来是想把你想要的年薪 填上去的 还好你在拿出支票之前 我夸下了海口 感谢苏总对我的赞美 可是我是有自己的职业规划 还有做人原则 其实除了道不同不相为谋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荣鼎的袁瑞朗袁总 是他带我入的这行 他教了我很多东西 所以我得补偿他 很羡慕老袁 看来这场面试失败了 不是我吵了你 而是你吵掉了我 吵掉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老板 知道你刚才拒绝掉什么了 如果跟我合作 这个地方一年 你至少可以来度假一个日 感谢苏总的赞美 不过我这个人 不叫玛丽苏方玉冰 所以没这个命 也不想有这个命 玛丽苏是什么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被你这种霸道总裁看上 一步登天的那种 童话故事 你真的相信天上会掉下鲜饼 天上当然不会掉鲜饼 上天给你的每一个礼物 其实在暗中都已经标好了价格 我的钱没有那么好赚的 跟我苏静干活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多谢苏总的心声 但是我这个人呢 太笨了 做不了火箭 对了 苏总 你之前不是说我焦虑 我承认我焦虑 但就是因为焦虑 所以我这个人 一直跟着我的初心 一步一个脚印 这样走我心里才踏实 感谢苏总今天的邀请 哥 cile总 ス萊姆 苏总 文字 文字 他弄个泳池干嘛 苏苏 苏苏 不吃了 对不起啊 你又玩我 我以前当过PIDA的教练 你这个样子一看就不知道 什么叫人吗 呼吸 来 你不是说我是霸道总裁吗 我不霸道一回 老板 老板 你不是辜负了你的美意 你这么的 以后肯定没人要 没人要是吧 小资产阶级的局限 老板 老板 喂 喂 好 苏继 你从来没被人拒绝过 我想知道你被人拒绝 什么感觉啊 我最大的毛病啊就是喜欢知难而上 方玉斌 剑走偏锋 出人意料 手里明明有邵雍的证据 他却不用了 这种幼稚的打法 你第一次遇到 不过也因为这样 我们顺利地拿下了邵雍 苏昊也被方玉斌劝退了 苏昊在谈判过程当中 确实是拿到了 比我们想象要高的钱 不过我们的目的是达到 他这仗打得挺漂亮的 这单 我买了 不过这小的资历太险 没吃过大亏 方玉斌这篇算翻过去了 现在苏昊马上要回国 我爸爸又为了这种状态 我要全身心留下来做 W这个公司 奥纳那边 要不然你交接一下 回来帮我吧 苏继 你真想插手家的事 有些事情你要知道 开工没有回头见 如果你真的插手 江州集团的事 以后想撒手 可没那么容易了 所以我让你回来帮我啊 我很清楚知道我要什么 我希望你也一样 有些事情 房门一旦被打开 接下来就很难控制了 苏继 你我生活在有理有节制的世界里 这样不好吗 对于我们来说 你的情绪稳定 比什么都重要 我就是想挑战一下我自己 你永远不要挑战人性 别忘了 明明是你的父亲 我就是想看 我走了那么长时间 回来还能不能做到冷酷无情 对他公事公办 你做不到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三年前 你悄悄地投资了江州的一家医院 你父亲就是那时候病的对吗 你怎么不想想 我是为了探听更多的消息呢 你别嘴硬了 在你心里 你永远想着他 爱着他 保护他 行了 行了 对不起 又受到你痛楚了 他也有对我好的时候 如果你要想清楚了 就告诉我 我一定帮你 好 别忘了 好 别忘了 好好香港的事情啊 已经都处理完了 明天就回上海了 其实这是吧 不处理开了 老苏 你不要怪他 像我们这种家庭的孩子 好好算节约的了 你就别帮他说话了 他做的事啊 不是你几句话 就能打发的 让我把粥喝完 等他回来 让他自己说 你给我打杯水 好的 我明天到上海 医院病房见 我明天到上海 我来呢 好 谢谢 我明天到上海 我明天到上海 医院病房见 人不在上海 我明天到上海 还能生空了 但是我一直在上海 就只是呢 我再说 我想定是 很容易哪 我怎么不算 很难 我表演 我能渐不这么做 感谢观看 他来找你什么事 让我帮他一个忙 什么忙 能帮我开点药吗 我睡不到两个小时就要起了 最近太忙 我需要安稳无梦的睡眠 宋小姐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需要休息 我记得你已经五年没有休假了吧 我一年啊有二十五个待薪假期 今年应该是我不休假的第六年 你说老板是不是应该带我开个奖杯 你心里有困惑 不如好好休假好好想想 把节奏放慢一些 越是有困惑越不能休假 人写下来的时候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 周医生 在香港只有一件事情值得执着 就是赚钱 我还来得及吗 我走 那是上次后一生的女的 对 原来批试的女的 搞不过了 把头抬起来 思总啊 你也回去啊 是啊 这么巧啊 来回都一个航班 是啊 巧啊 恭喜你啊 成功凯旋 苏总 承让了 对了 那天你怎么回去的 没有 搭了个便称车 不加迪威龙 两条腿的不加迪威龙 这你个谁啊 什么不加迪威龙 我再也不想见到她了 那你还一直盯着人家背影看 那你快把我眼珠子挖出来吧 挖什么了 到时候公司见了 到时候公司见了 来啊 我不是让你不用来接 没怎么还是来了 我不是来接你的 我会拿我项链的 项链明天我给你带去公司 你何必搬来一趟机场呢 我人都来了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别别别别 我见到你简直是太开心了 嗯 我太激动了 我 真心 你假不假 走了 我说的是真的 请回来 不会 别自己回家了 去医院吧 好 这段时间你还会再去香港吗 应该好也再去吧 但是具体警号不知道 看公司安排了 苏浩的保释费是怎么回事 苏浩因为跟别人打架 被关了进去 为了抢在对手公司之前 先见到他 我就只能擅自做主 送他一个盛世人情 你也知道是擅自做主 袁总知道吗 他当然知道了 袁总可比你同情达理 他说 做任何事情 你一定要在别人之前 抢占先机 为了效率 花点钱算什么 是 他理解你 你让他去找孟威报这笔账啊 聚能是我的项目 所有支出都在我这儿 你别见死不久啊 你如果不给我报销的话 那我 只能让我的小辛苦受损了 方语斌你威胁我是不是 你掌管着我的资金 就光冲这点 我哪敢威胁你啊 你不跟我商量 就胡乱给人电资这毛病 什么时候能改改 你好歹跟我说一声 我也能从走账的角度 帮你想想办法 你要知道 像你这种为了拉客户 就替客户给钱消灾的事情 公司是不会管的 你这么聪明 肯定有办法的 孟威天天就跟只老鹰一样 在我们财务部上空飞 她就专呆你这种耗子 行吧 实在不行 这笔钱我只能自己给了 这个年终分红啊 那最多少了 算了 你就是欺负我喜欢你 你 你说什么 没什么 其实咱们不够 那我现在先回去了 你学校要在学校 啊 你的项链 明天再拿 怎么 说出来了 你怎么说不出来了呢 头发不喜欢我呀 不会吧 好 好 几年前啊 我收购巨能公司的时候 那还是个小破IT公司啊 不过呢 它有一项核心的技术 我一看这个前途无量 所以当时决定 把公司就买下来了 找了几个投行的朋友 搞了搞 公司上市了 现在算下来市值 也得挤一港币了吧 你也知道 这熟透的市值不愁卖 但是呢 我本身是不想卖公司的 可是您身体一直不好 放心不下 所以呢 这就把公司干净完成收购 我回来看你 浩浩都没回家 出了机场就来看你了 不差这一时帮会儿的 你就说明天来 我还没死 老苏 你在说什么呢 爸 您这么说就不对了 就说你身体没毛病 我回来也得第一时间来看你 我放心 是啊 浩浩来看你是真心实意的 你怎么老怀疑自己的儿子呢 再这么说了 这负责感情都是第一位的 既然 这么两肯情好 你为什么不请我 去你的游艇玩玩 是啊 你跟我说的这些 完全都是胡说八道 你以为我躺在这儿 就什么事不知道吗 你拿了多少钱回来 为什么是这些钱 还要我帮你说出来吗 那是邵雍他们 邵雍和 跟他们合起伙来搞我 放着一个不管是他二十组 当董事长 换我 我也会联合别人算计你 让你赶紧滚蛋 老苏你怎么替外人说话呢 人情当然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这走过弯不走多了 就不会再走了嘛 好 跟你爸道歉呢 爸 这个事是我做的不对 我一定深深地反省自己 好好总结 不会再出类似的事情了 据我所知 你回来之前带了一帮人 去马尔代夫玩了一圈 不是 你去马尔代是不是想看看沙滩 能不能投资上市啊 爸 谁啊 谁啊 没事 我的天 你这 你这都什么呀 这么重 你这全是书啊 那你衣服呢 那挺衣服 打打打 都在这 就这点衣服啊 对啊 全部夹到 我要是小偷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偷你 一点之前的都没有 最值钱的在这儿呢 这些都是什么 这些是 值钱呢 我看一眼 我看 我看哪里值钱 哪里值钱 哪里 挖我耳朵 难道是不是 打不着我 太好了 等一下我把你收拾了 全都 你敢 肚子 你能耐的 就是你 给我发我们这儿 巴菲特 巴菲特 哎呀 我难忘掉 我一直都在飘啊 飘啊 飘 飘到一个不下雨的街球 没有人会想对我笑 我得干嘛 我妈自己做的结晒 她让我一定要交给你 千万说我太忙了 我抱着她 她为了这事 她打电话骂我两个小时 你不是吧 那么夸张 我对了 好 拿着 拿着 我妈不相信我 她不得也让我再拍张照片 你神经病啊 我干嘛就咸菜合照啊 你看这表情很丑的啊 谢谢阿姨的咸菜 谢谢阿姨 阿姨我是不是要好看了 好 让我完成 走到一个不下雨的街球 行近便 没有人会想对我笑一笑 没有人会想关心我 不重要 不重要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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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气色不错 你是特意来江州看我的妈 找你有点事 原来是来找我谈工作的 您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敏感了 这十多年生活得不愉快啊 你什么意思 好了好了 不要见面就吵架 你说找我什么事 我在策划一个投资公司 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 您之前不是一直有个心愿 想壮大江州集团吗 光靠生产规模的加大恐怕很难实现 只有引进更多的钱 才能加速生产 加大发展 我们江州集团需要的不是一笔小钱 这笔钱从哪儿来 引进投资是最有效的方法 这个项目挺好的 不过你们公司想到集团的项目 必须要做好一个方案 参与公平竞争 当然 说得倒好听 你要集团要项目 高层们多少会给你几分薄面的 一开始 我肯定是靠苏静这个身份拿到项目 但是我跟集团不是亲属关系 如果我不能为集团赚钱 集团分分钟可以炒掉我 对啊 钱生钱 苏静是最拿手的 能帮江州集团找到一些钱 也是好事情 不过眼下 爸爸身体状况这样 集团内部的管理才是重重之重 这得好好说在点子上了 现在集团内部的事物这么复杂 老苏 你的身体又这样 我看你确实需要找个人好好帮帮你 谁来啊 你 还是你 还是你 一个游手好闲私顿公款 一个在国外待了十多年 对集团的情况一无所知 我能托付给谁啊 还是你家那群 炖着瓦红不拉水的亲戚 老苏 你这话说得难听了 我的那些弟弟 不是勤勤恳恳在为你工作吗 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完全清楚 没关系 身在其位比我所图 我必须要说的是 因为我的身体状况 一部分集团的事物我需要交出来 爸 现在江州通讯研究了一项技术 和那个聚能的核心技术很相似 我能帮上忙 闭嘴 我说那个 我先说 这个投资公司很好 我相信你的能力 谢谢 这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 是你说还是我说 是你说还是我说啊 江州通讯 是集团最重要的公司 是集团的发展的根本 集园局所在 所以要处理的问题和事情 非常的庞杂 好 好好 爸 就让你 担任江州通讯的代理总经理 谢谢爸爸 我承华说的前头 要是和之前在香港和胡闹那一处 别怪我不客气 爸您放心 我一定把公司管理好 帮您多分担 你放心 我也会帮你监督好好的 来 这么家的苏小妹 别走这么快嘛 刚下飞机就过来了 竹篮打水一场空 不好意思 让你失望 我倒想请问一下 我要对什么感到失望 别以为我在爸面前装糊涂 心里就不清楚 你搞投资公司 不就是想拿到江州集团 更多的股票吗 拿到足够多的股票 顺理成章进入董事会 参与江州集团日常的运作 集团想要扩大发展 跟上市公司和投资银行合作 这是最起码的 也不是只有我才有的特权 少给我打关枪 就是想取现救果 我结果没想到爸爸把江州通讯给我了 依然要有十个大草原 才能让你心里的一万匹草泥马 策马奔腾 我倒是挺乐意看到你挑起这副重担 欲戴皇冠 必成其重 不好意思撞到你了妹妹 要不要哥哥扶你啊 不用 我警告你 现在大家都回江州集团了 别给我搞事情 江州集团现在不是你的 未来也不会是你的 你搞投资公司 我不想给你投资 你拿我没办法 我要是给你投资了 我就是你的老板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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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吧 我们就下午四点 约个时间好好聊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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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